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持续举办媒体素养营 为期三天的营对课程 邀请专业讲师针对媒体现况 以及如何经营自媒体产制内容 更透过实作课程 让学员针对各种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进而了解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这三天的课程的话 我觉得就是在实作的环节会让我印象蛮深刻 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在学校 就是我们可能公民课会上到一些比较浅的知识 那我们今天整个营对的设计就是 让我们在第一天会学到一些更深入 更媒体更深入的一些知识 然后后面再去增加许多实作课程 那我们是做Podcast的部分 那我们的主题会举角在我们青少年的 IG Instagram的使用习惯 那我们就会主要探讨说 IG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 它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来让我们青少年是会沉迷在它上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沉迷又对我们的 不管是生活方面或是心理方面 或者是社交方面也好 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们前两天会有人演讲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是 第一天的他来演讲的题目是媒体试读 然后他有演讲一些像是 媒体试读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 还有我们要如何去判读 几件事背后的资讯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般来说我们用社交媒体都是处于休闲娱乐 所以不会特别去关注到说 我们用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带来什么的就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经过就是在这个影队就是学习到更多 比如说它的演变历史啊 或者是它曾经带来的一些大的事件 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 它的传播力量是非常的大 而且有时候是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是远超过我们当时可能就转发一则帖文 或者是就说一个我们刚拿到的讯息 我们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 但是其实它的力量很大 而且就是会造成的影响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想要就是告诉大家 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其实三天的应对课程 第一天比较是安排就是一些理论 还有现在的一些媒体现况的介绍 所以我们请了三位的讲师来帮这些高中生上课 那这些可能是他在学校比较接触不到的 那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就是有游玩桌游 然后进行一些讨论 那下午因为我们这次营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透过实作让他们去对他们自己有兴趣的议题 更加的了解 所以第二天我们也教了一些探究的步骤工具方法 然后以及实作可能各种多元的可能性 比如说他们可以制作Podcast 他们可以是自媒体 然后制作懒人包 或是制作海报等等的 那其实第三天的课程整个就是在进行实作 然后我们最后也会一个发表 然后让同才之间互相讨论跟评价这样子 因为其实他们都大多是对就是传播媒体是好奇的 那其实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次的实作 会让他们更加的去深入的了解自己有兴趣的主题嘛 那我们其实发现这次蛮多小朋友 他们讨论的是社群媒体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那这也让我们发现其实素养是很生活化的 然后透过这次的营队 其实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些青少年 他们的媒体使用习惯 营队课程中还安排学员们体验美观基金会 设计的选情风向球媒体素养桌游 以预教娱乐的方式 让学员们辨别选举中的各种假讯息 这那个桌游是主要是有几个候选人嘛 然后我们通过去分享那个贴文 去看他的知名度啊 或者是他有人喜欢他或不喜欢他 然后就是中间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是假新闻嘛 有一些是要经过查询 过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然后在这中间 我们可能其实传播了很多假新闻 导致有一些人的名声下降或者是上升 所以就会发现说 其实以后看到这些 特别是政治啊这种东西 我们其实就需要去 就是真的看清那个事实 才能做好判断 否则我们不可以随便看到你这个讯息 就认定他是真的 那因为我们这次玩的那个桌游 其实主要是让他们 去判断卡牌的真假 然后跟风向 然后去分享这些卡牌 那我们的队府其实有观察到 一开始学生看讯息 是还蛮无所适从的 然后就可能单纯去把讯息念出来 但后来他们发现 随着游戏的进行 开始学生会去注意到这个讯息 它是哪个界面的 然后里面有些数字 他就会去质疑说这些数字 或是这个来源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 做有还蛮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先从试读的细节开始 然后我觉得这是媒体素养的第一步 本次媒体素养营 以高中职学生为对象 活动中学员们热烈参与讨论 积极发表意见 中家宽萍也期盼 与美观基金会合作 举办的营对活动 加深年轻学子的媒体素养 在数位化时代做个聪明的约听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